操縱頂的青龍李倫德是企鵬林家的帝國代 這次出的工作已經有十七年了 新冬林的經營和管理 大家在到國三味餅乾的油頂到頭頂中 你已經參加比利水的頂級美味大獎 頂到是在到理性的餅乾是相當的不簡單 這個跟這個是蓋棉被的概念很大嘛 它會走在這裡只四季而已 這季的比較燙 說到米飯又親像一個軍隊有給你負責的工作 在這裡很要清潔 到這條四季屬業已經有十七年的青龍李倫德 非常認真在管理也有經營 在這裡的比賽一直在中 盡量你給國三的香味來撒向國際舞台做提供 這個頭期熔岩花開的時候 七到十四天的蜂蜜送去比利時布魯塞爾參加比賽 獲得兩顆心的一個評審的一個獎心 在台灣是用中期的農業蜜 或者2020的全國國產農業蜜投等獎 目的是要藉由這樣來推廣說 其實蜂蜜有分頭期跟尾期 蜂蜜的哪一個十段材質的風味 它其實是不同的 在蜂蜜管理頂頭這段地有自己的想法 前年來照顧這333天 今年有到35天這回期的採收 進入過天後蜂蜜的採收量減少 也提供媳婦疫情用賣交易的風險 讓蜂蜜可以順利來過程 注意預寒就是說 它一定要蜂蜜內有足夠的一個糧食 才會確保說它會平安的度動 等到春天的時候 就是蜜春之後蜂蜂就會大量的一個繁殖 等到大約3、4月就有採收蜜蜜了 蜂蜜的肉差是要多吃 這輪到從去年開始煮蜂蜜 若在行銷打開通路 並且教習到蜂蜜頻頻式混亂 正對市民燈頭的香味 建議社會者可以來試喝 甚至自己感受的口感 我覺得那個泰國的蜂蜜 當我第一次聞到的時候 只有第一個感覺是甜 糖的味道 然後吃起來是非常的甜 但是吃台灣的蜂蜜除了甜的之外 它多了一個花香 而且還有一個清香的感覺 真的是截然的不同 以前三條蜂蜜的更新 在倫敦來做到外開發這個情侶 都在來提供到國產的香味 也到達得很辛苦 記者明星 差不多